Lun Sang 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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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效 當然是人的最根本的地方 就是 體會自己的根源 了解自己根源 以此身材會有意義 因為很多的親子關係 父母跟子女這些癥結會造成 尤其是下一代的一個 心理的纠结 因为很多孩子 为了争取父母的一个认同 或者是父母的一些 能量场上情绪上面的 生命上的创伤 也会影响孩子 所以只有让这个关系 是变得是一个 恢复一个正常的平顺 你对父母亲应该说感谢 你说感谢 如果你觉得有对不起他地方 说对不起 那彼此诚心地 接受这个自然的能量的流露 不要拒绝 不要抗拒 不要有任何批判 就是感恩 这样的能量的充分的 他才会动 才会流转 彼此才会开心 我伯爸昨天在Facebook 看到一个影片他寄给我 那影片上面写的就是说 现在那个中年子女 好好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不要指望那个 小孩子会校养你 因为小孩子常常就是 自顾无暇的 你只要让他们自己 照顾好自己 不用管这个 说将来会不会 被报答 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指望 那就是太傻了 不然不切实际 我觉得我爸爸可能 言下有意 心有所感 所以要传给我这个讯息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在 因为我觉得养小孩 还不是为了期待他报答 做父母的就是让孩子 有这个音乐而来 就算是恶缘也要善聊 就是一定要让他培养出 他自己发挥他生命的本质 学习他这个人用他的人生去进步 去了解 但是对我们上一代来说 我们就不能有这样子的道理来看 他其实是蛮 蛮微妙的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来说的 感恩是一定的 至于你感恩的方法 我觉得有千百万种 那你能进多少利益 我觉得这就是看情形 看你自己能够付出了多少 只要你有这个感动的心念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心念一起动的时候 很多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那父母亲或许被你感动 或许或许没有被你感动 那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 绝对适用 因为这就是宇宙的真理 对于你的那个生命的来源 表示感谢 是对大家都好的 是一定要做的 谢谢艾琳姐 今天过去到访问的时间 对 谢谢 我邀请她的时候 她说我太赖地 她说你要带出来 对 是 对 是 你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